一,呼吸之所以能够成为歌唱的动力,就是因为吸引肺部的气息迫使肺部周围的呼吸肌群向外扩张,形成了一种张力,这种张力在呼吸时又反作用于肺部,促使肺部气息向外排出,经过喉咙引起声带震动,形成歌唱,腔体的打开管满,因此圆润及声放自如的用声,存在于气息的运用。 二,气息是发声的核心动力,所谓科学的用气,就是要充分利用呼吸肌肉群,及格际和腹肌来控制呼与吸,所谓嘴巴藏在小腹上,就是启发,你去找到科学的气息力点,以最大限度的解放发声器官,保持发声通到畅通。 三,虽然呼吸在发声中是十分重要的因素,但却是歌唱发展着呼吸,而不是呼吸发展着歌唱,正如学钢琴没必要先练使者力量,学生乐也没必要先练呼吸,呼吸训练一定要基于喉咙打开的训练。 四,许多老师或专家在第一节课,都会先讲呼吸,让学生施摸起腰部的呼吸状态。 遗憾的是,他们没搞明白,打开的喉咙呼吸通道还没建立,再好再生的气息也只能是僵的,这还容易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,使呼吸和声音脱节,互不相顾。 五,声音的根基在喉咙,在夜腔,而气息的根基在横格膜,在后腰,只有让声音坐在气上,声音才能松通,才能上下流动自如。 歌声应该是在气息的作用下,顺着喉咙自然溢出的,不是唱出的或嘴巴噪出的。 六,打开喉咙的训练,若能得到呼吸的支持,效果会更好,只有良好的喉咙打开,才能使气息得到良好的横格膜支持。 气息和打开是相辅相成的。 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章下面的,进行系统的学习或使用手机百度,一下,说话时唱吧,找到咱们的站点。 进行系统的学习,让老师帮你做一个专业的发声测试。 先找到你的问题帮你调整一下。 气流于歌唱时要求音域宽,音量大,就必须在自然呼吸的基础上进行歌唱呼吸的机能训练,使之加大,加深。 使用意识的自然呼吸变为有意识的歌唱呼吸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